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估计他跟后来的中宣系统 以他个人的风格来讲 他很难融洽 那这个人这是老人了 他昨天 我不知道现在住哪呢 我不知道 反正他9月9号拿出这张照片 这是44年前 毛泽东死的时候当时的场面 当时的照片 我也认不清 主要认不清是 那头那是张春桥 那是王洪尔 这是江青 华国锋 这个我就搞不清楚 好像是他的侄子 那是姚文元 这里头哪个是汪东兴 可能这个是汪东兴 这是陈希莲应该是 陈希莲 这很多人都已经没了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44年前 这是44年前 毛泽东死的时候当时的场面 你看起来毛泽东死的也挺简朴的 看起来挺简朴的 但是呢 对很多朋友来讲 太陌生了 44年前 今年现在55岁 其实60岁往下的 对很多人几乎都是陌生的 那我们多少还当时有这种印象 跟大家讲过一些故事 这是当时的故事 一个月之后 一个多月之后 大概1976年10月初啊 那陈希莲 这应该是陈希莲 陈希莲就把这几个人抓了 姚文元 江青 王洪文 而这个 叫张什么胖了 那推的是华国锋 所以当时你可以看不到 在这些人里面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人 全都消失了 历史就不过如此了 所以毛泽东死的时候 身边的人 其实后来就全都没有了 那真正在上来的 就是几年之后 邓小平了 所以这个 当时华国锋就成为了一个完全过渡式的人物 两个凡是 当时作为一种忠心的 凡是他说的 凡是他命令的 如何如何 这就成为一个实在的产物 那今天拿出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家说 还说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它比较有趣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毛泽东跟酒有关系 那酒本身呢 民间可能有一种说法 叫明七暗酒 民间上大概有 其实是有一些生命背后的含义了 在中共的 中共党史的一些媒体当中 跟它的网站当中 我们有期节目跟大家分享过 它一生中有很多酒 那比较奇怪 一九四五年 当时后来 有人说是日本人真正投降的日子 跟九号有关 我们记得是这个 应该是九月三号大约兵那天 应该是那个 那中间细节没有查到 我们只是讲跟他毛泽东个人有关 跟毛泽东个人有关 现在的含义就是跟习近平个人有关 对吧 习近平做的一切 所有人说效仿毛泽东 我以为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生长的过程 就是被毛泽东凌霸的过程 霸凌的过程 霸凌的过程 其实他的一生是被霸凌的过程 那今天习近平 你让我说 你可以说他在霸凌共产党 他把所有共产党人都给霸凌了 因为他是核心了 他霸凌共产党来表示是一种报复 人生命自然报复的一种心态 我以为自然的一种表现 你让他去想改变的话 难度挺大的 因为他一生就等待着最后这个时候 就他被霸凌了一生 就等待最后这个时候 他拥有了权力去霸凌共产党 他霸凌共产党的概念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 咒网跟达基之间的故事 咒网跟达基之间的故事就是 咒网你可以说叫霸凌达基 霸凌三个妖怪 但妖怪却是以这样的生命存在的方式 其实占有了这个咒网 完全把它毁掉 毁掉是表面的形式 天意的本身是真正的 就是有没有妖怪 有没有达基 他咒网到处也就完了 但是呢 给人们带来一种教训 其实就是人是女娲造的嘛 所以女娲派遣了达基过来 给人营造一份文化 揭示出 其实是塑造文化的过程 揭示出人在环境中 那种贪婪贪欲 给人整个带来的伤害 它其实里面是以反的方向 以反的概念 在阐述了一份生命的 我以为阐述了一份生命的道理 阐述了一份真正的含义在其中 这是就是人应该是善与恶的 这种选择的含义 我觉得也可以说表面上是说 这个女娲不高兴了 因为看见咒王的那首吟诗 但是呢 正是从此来教训人类社会 阴邪呢 就是权力阴邪 是对人的 是人的生命品质中恶的表达 应景的 有人去评价了他的五个绝不答应 五个绝不答应这话是9月3号说的 也跟国民党 跟这个军人节 老兵节是军人节有关 就是日本人投降的75年前 1945年 那他当时就 结果是在那么一个环境下 他去窃取了这个国民党 窃取了中央政府的这么一个日子 去表达他的存在的合法性 而他在整个大概发言将近一千一万次 在整个发言的过程中呢 却表输了他对川普 美国政府提出中共切割中国 领霸中国 领霸中国人 领霸中华民族 那习近平表现了非常不满意的 其实你让我说就是打到了他的七寸 所以他出现了强烈的反应 所以今天9月9号毛泽东死去44年 打到了他的七寸 他又学毛泽东 这是一种相互应景的场面 那有人说他被逼到了墙角 说大家对他的表示表达呢 做出了这么一份分析了 五个绝不答应回应了蓬佩奥的 当时要将中国人民跟中共区分开 所以蓬佩奥的7月23号 那个发言讨共习文 那是一个经典之作 对中共的品质 对中国 中华民族 中国人 中国文化的这种切割 那是一个经典作品 那个对他打击很大 所以这就是说打了蛇的七寸 打了蛇的七寸 那习近平驾驭中共来达到自己这个伟人的这种期待 因为在他眼睛里也以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满足他的这种雄心壮志 但是中国梦其实就是他的报复 来满足他个人报复的那种心态 丹佛大学的教授赵慧生 习近平的做法强烈 那是因为感到太大的威胁 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逼到墙角 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 那逼到墙角 他用的是逼到墙角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被打了七寸 所以被打了七寸 那被多上了他就逃不了 就像美国的代表是 他的徽章就是一只鹰了 对吧 所以美国社会 美国国家宪政的合法性 他的从生命的角度 从民主社会的角度 从现实中国一个 美国社会的国民的角度 他都具备他的合法性 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的 这是现实的含义 对不对 这是最现实的含义 而这个总统被选为总统的时候 被选上总统的时候 他还不是正式总统 他要宣誓 对吧 宣誓的时候一放在圣经上 这就出现了生命上的含义 是不是这道理 就是手放在圣经上 人是神造的 人是神造的 那美国政府的总统 美国国家的总统 要向神发誓 左手在先 左手在上 放在圣经上 是一种低头的含义 右手举出来 举手 向美国宪法宣誓 美国的首席大法官 用他的宣誓词 那宪法就是今天 美国社会宪政国家的 他的标志 美国的法律 去控制着权力者 他要受制于美国的宪法 而法律的本身呢 同样是有神的背书 所以美国总统是这么来的 美国的权力的一切是这么来的 对比着中共 正好是对立的 正好习近平的做法 是 就像卖驴的似的 暗箱操作 北方人卖驴 那时候穿大罐 那袖子长 然后两个人把 把手插在相互的袖子里头 在那用他们那个语言去 去手上的语言去说 所以概念是不同的 美国之音就在 他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提到 习近平五个绝不答应 他有五个绝不答应 还有五个坚持类 首一 第一个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坚持社会主义 对吧 坚持中国共产党 是指坚持他了 是针对蓬佩奥 那蓬佩奥呼吁中共 中国人民驱开 直接打击了习近平 歧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是 那中共来说 是不容妥协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 那包括中共执政 领土完整 经济发展 是 而核心利益的本身 是中共的生存底线 所以他就 必须提到这样的绝对的反应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显然意见 所以 美国人的明册 和 面对中共 利益上的诱惑 跟他的自我醒 自我觉醒 成为了这种 天灭中共 2020天灭中共 我们看到的场面 我以为看到的场面 他这提到 还有五个必须 共产党领导 社会主义道路 以人民为中心 这个 这个 以人民为中心 这就是零霸的说法 他的 以人民为中心 就是新华社 当时毛泽东说的 为人民服务 什么新华社 新华门 新华门的影背 为人民服务 是金子 后面是人民的血 旁边是拿着刺刀的兵 人民是敌人 所以为人民服务 坚持斗争精神 你看 为人民服务 就要坚持斗争 就怕 所以 他是唯一的人 必须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 这是欺骗 因为他从来是不和平的 坚持斗争的精神 与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 完全在人的利益的层面 完全是对立的 生命的层面是相辅相成可以存在 但是只在人的贪欲的角度 利益的角度 你不相信信仰的层 他就是邪恶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看了 这个两面性就是菜刀做菜 看人脑袋是绰绰有余的 一个道理 习近平首先提到共产党领导 让人联想到 恶化四面受提的状况下 那他已经感受到 他个人 个人习事与中共 遭到了美国的致命的威胁 这是他指导的威胁 而且他坦承了这一份威胁 他也没有任何退路了 陈光诚 陈光诚呢 因为他 川普邀顶他参加了共和党大会 所以这是对于大陆人来讲 这是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 所以令人们 他自己的本身的声望随之而起 就是大家对他的关注程度了 他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 所以陈光诚痛批习近平 那这个说法 我以为这个概念就比较简单了 他只能代表中共 他不能代表习近平 这是陈光诚对他的直接定性 没有受到人民的委托 没有可靠的民调的依据 公然代替人民 绑架人民的行为 告诉世人 中国人民无处说话 没有自由表达 是 他就阐述了 陈光诚在他文章里 就阐述这么一份事实了 习近平是党魁 故意混淆国家跟党之间的关系 对吧 中共是最不愿意 最怕区分这些的 所以答不答应 跟中共切割的问题上 无论你中共答不答应 你只能代表中共的表达 而中国人 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一直是被中共代表着 一直是被中共和谐 这是简单的过程 所以但习近平讲出来 讲的却质地有声 所以他讲出的质地有声 秉承的就是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 当人之初性本恶的时候 就会出现中共体制之下 无神论者 毫无道德约束的人的一句话 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的人 那就是邪恶的 因为手段目的成为了至高 手段就成为了工具 那目的的本身就是占有 对吧 他是贪欲占有作为背景的 所以贪欲占有作为背景的时候 那他表现出来就是性本恶了 人之初性本恶 那就是与神当初造人的真正的概念 是对立的 我的比喻就是说 是伊甸园当中的 后来被惩罚出来 亚当夏娃被惩罚出来之后的 第一个儿子 该隐 该隐代表着人之初性本恶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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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